中国宣告自行研发的首台高超音速飞行器是飞成功,速度达每小时4500英里。 这一大进步,给美国航天科技领域增添了很大压力。早在5月,中国产陵云高超音速飞机飞行器就已经公开曝光。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8月8日报道,中国宣布已成功是飞骑手台高超音速飞行器,极限速度可达音速的6倍。 6日,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,CAA发布声明称。 3日,由CAA主导的星空二号第一次试飞取得成功,星空二号打倒的上限速度,是马克数6,一级6倍于音速,或者说是每小时7344公里。 声明称,星空二号飞行试验项目是高度创新的,并克服了技术上的巨大难关,同时攻克了国际前沿技术领域共同面对的一系列难题。 但对此次是飞的高超音速飞行器用途为何?CAA在声明中讳莫如深,只是表示愿继续致力于中国的航天事业。 而在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上,国际间的竞赛已展开多年。 2015年,美国空军宣布愿景,你将在2023年研制成功高超音速武器。 2018年,俄国宣告首枚高超音速导弹试射成功,并在7月放出该武器的视频图像。 对此,美国战略指挥官海顿,曾在3月对CNN表示,中国已经测试了高超音速的现有水平。 俄国也是,我们也测试过,高超音速的发展水平是非常重要的挑战。 海顿趁我们的对手知道,为了防御高超音速飞行器的入侵,美国将需要研制一系列各不相同的感应器来反制。 而对于广大中国军迷来说,能让美军司令倍感压力,真是太令人骄傲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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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